今天看到一则关于恒大的新闻,新闻表示,恒大老板许家印开了一个会,会上许家印要求,公司要切实履行好企业主题责任,要大干苦干拼命干,为复工复产保交楼努力拼搏,而且会上还拉出了上面这样一条大大的横幅。 当看到上面这个横幅的时候,我是有点想笑的。一家房地产企业,拉这种横幅,喊这种口号,有意义吗? 众所周知,房地产公司想要快点交楼,只要你把钱给到位,总包和农民工肯定为拼命给你干的,但是如果你钱给不到位,你喊这种口号的意义在哪里? 喊这种口号,拉这种横幅到底是想搞笑,还是想做给谁看? 所以,看到这种横幅和口号之后,很多网友也都觉得很搞笑。 而且,仔细看一下,你还发现,许家印开会的时候,不仅拉横幅很讲究,而且语气也非常讲究。 例如,大会通报了某某某情况,并提出了几点要求,切实履行某某主题责任,大干苦干拼命干,齐心协力,永不放弃,努力拼搏,日夜奋战,等等。 仔细看你会发现,这种语气,其实就是讲究的官样模板文案啊。 一家公司,把自己整得跟吃公家饭的单位一样,不管你怎么看,反正觉得这是挺搞笑且尴尬的。 而一说到许家印类似的经历,我就立刻想到了下面这个视频。 我要求汽车集团要日夜奋战,努力拼搏,大干三个月。 6月22号,一定要实现恒尺五的亮相,为恒达汽车产业健康持续发展,奠定坚实的基础。 仔细看看许家印。 简直充满了一种地道且丰富的神韵啊。 还有这个很经典的许家印在单位打篮球。 欢迎收看家印五嘎球第五球。 家印快下,眼前空空,却不贪攻,并非选择上篮,而是选择打板助攻。 我是职场万花筒,老白一台手我都懂。 第四球,高管队团队配合空篮不上,继续传导头脑,清晰找到领导,三分大展手脚。 拼抢篮板,战术素养很好,就是围绕,主角。 三分继续开炮,我们继续讨好,阿佩把机会寻找,连着三季三分,领导体力真好。 第三球,助攻王副总,持前,持球突破,看清局势,队友接球,大鹏展翅。 诶,刚才是领导金球了吗? 矮马是,第二球,助攻王副总,战术底线球, 一致千金,篮下危险品自投自抢,打得你们力不从心。 到底我懂,什么是金呢? 第一球,接队友横传,手起刀路,单场30分MVP,基本操作, 自定义5v5,我从没输过。 第零球,人民币玩家持球突入篮下, 员工队6号小胖,防守铁闸,坐镇篮下,将棋篮下, 篮板收下,直接快下,一个快攻反击,结束职业生涯。 这个视频不仅搞笑,而且还非常值得细细说道。 因为这场比赛中,一群人就像在哄小孩一样,哄着许家印,且配合着他上篮得分。 而且在整场比赛中,许家印基本不跑位,不防守,也不抢篮板, 但是整场比赛下来,篮球始终就是一直莫名其妙地跑到他手上。 而且,面对着一个个人高马大的对手,不跑位不抢篮板的许家印, 硬是砍下了全队近70%的得分,最后拿下了全场的MVP。 手捧鲜花拿下MVP的许家印,笑容笑得格外灿烂。 这场比赛中,有拉拉队,有摄像,有记者,有观众,整场规模下来,估计得有几百人。 然而这几百人,就像哄一个婴儿一样,一路哄着许家印进场, 偷懒,得分,最终拿下MVP。 很多人都认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一般都发生在一些官员身上, 但是看了这场比赛后我们才知道,原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并不是一些官员的专利, 因为一个企业的老板,也是能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发挥得如此极致。 身为一家大企业,一天到晚只会在这种鸡毛蒜皮鸡灵狗碎的琐事上搞存在感, 这种企业高层真的会对自己的业务和服务上心吗? 记得在知乎上有一个问题,问题的题目是你为什么会从恒大离职, 其中一个恒大内部员工的回答是这样的。 这个企业的领导都在忙着钻营,没人愿意做事,个个都在专心拍马屁, 这里选干部的标准不是凭本事,而是看你愿不愿意当领导的走狗, 愿不愿意为领导背黑锅。 在恒大想上位,只要你会拍马屁和背黑锅,你就可以上。 这就是恒大员工对恒大风气和领导层的评价。 一个公司的内部问题如此严重,那这个公司为什么还能存在呢? 实际上,恒大这个公司存在的意义就是债务, 如果恒大没有债务,那以它的竞争力,它是完全没有必要存在的。 因为像恒大这样的房地产公司,在中国其实多如牛毛, 而且它的房产质量也说不上出众, 所以这种公司的生存的方式一般就是靠运作,而不是靠质量。 其实,之前就有恒大内部员工表示,恒大的房子是不能拿来自住的, 因为这种房子只适合用来投资或者出租,不误实, 只想着怎么靠运作获取利润,这就是一些企业的生存方式。 其实,一个公司的老板怎么样,这个公司就会怎么样, 一个企业能不能活得长久,其实是能从他的老板靠不靠谱看出来的。 前段时间,许家印的一个演讲被曝光,这个演讲的内容是这样的。 恒大照射录,我用五句话来表达。 第一句,买买买。 第二句,合合合,第三句,圈圈圈,第四句,大大大,第五句,好好好。 我这五句话,就是恒大的造车路。 恒大在造汽车上是一无所有。 那么我们要实施换造超车,要走我们一个不寻常的路。 和所有的车区,全世界,历史上都不是一条路子。 我们要实现我们核心技术世界领先,怎么办? 买买买。 我们能买的核心技术,能买的企业,我们都把它买了。 那第二个,合合合,不是说你所有的技术, 所有的东西,你都能买过来的,那还有很多买不过来的,那我们就要合作。 那我第三个,恒大路,就是圈圈圈,朋友圈那个圈。 第四个方面,大大大,我们的这个造车路,是一个大格局,大战略,而且还有个大规模。 之所以大规模,比如说,我们同步研发15款车,这在世界汽车历史上是没有的。 最后一点,那么就是好好好。 也就是说,我们的将来的造车车,首先是品质要好,再就是造型要好,再就是价格要好,这就是恒大的造车路。 许家印说,造车不难,只要我们做好买买买,合合合,圈圈圈,大大大, 好好好,我们就能在核心科技上领先世界。 一家完全没有核心技术,只能通过购买核心技术,才能实现生存的企业,说自己的核心技术,世界领先,这话能靠谱吗? 一个老板,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,这种小孩都不会信的大话, 这种企业能不能活得长久,其实已经可见一斑了。 其实,从恒大的内部报刊上,我们还能看到,恒大集团是不把许家印称为董事长或总裁的, 因为恒大的报刊编辑更喜欢称他为主席。 一个商人,一个搞房地产的,在与某地省长见面的报道里,竟然允许自家报刊称自己为主席, 不管你服不服气,反正对此我是十分服气的。 身为一个商人,太渴望政治,其实也是一种不懂政治。 总之,不论怎样,文章的最后我还是想说一句,请大家珍惜许家印吧, 毕竟如今这么会搞笑的企业家已经不多了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